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女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不蒙着头 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女人若不蒙着头 就该剪了头发 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 就该蒙着头 保罗曾坦白地告诉哥林多信徒 他是怎样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然后他劝勉信徒要效法他 像他效法基督一样 教会的牧者应该成为众信徒效法的榜样 却不要成为信徒崇拜的偶像 保罗一方面劝信徒效法他 另一方面也指出 要像他效法基督那样的去效法他 所以目的不是把人引到自己的面前 而是引到基督的面前 只有这样人才能活出荣神一人的生活见证 对于妇女在教会中的公开服事 从这段经文说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来看 初代的教会是允许妇女在公开的聚会中 带领祷告与讲道的 然而 妇女一方面可以公开的服事 一方面也需要有持守一些的原则 这里的原则就是要蒙着头 蒙头在当时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是指合一的一个装扮 当时正派的妇女都蒙头 只有类似娼妓的妇女才在公开的场合不蒙头 因此既然要公开的服事 妇女就要有合一的装扮 在已经没有蒙头习俗的现代 妇女的公开服事还是要有合一的装扮 才不会使服事受亏损 蒙头的第二个意义是指着 有服全病的记号 这是指妇女固然可以公开的服事 但在家庭的角色中 她还是要守住 丈夫是头的次序 这是这样在才干在属灵的次序中 执行她的侍奉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所说的就是神造万物都有一定的次序 基督服于父神 人服于基督 妻子服于丈夫 因此 其实无论男女在服事中 都需要顺服神所定的次序 才能得着全病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人算什么 你尽眷顾我们 感谢你赐我们主耶稣基督 赐我们尊贵 荣耀为冠冕 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求主帮助我们 顺服基督的权柄 效法基督的荣美 活出荣神 一人的生命 也为教会中 姐妹们献上祷告 愿你赐他们各种的恩赐 让他们在顺服全病之下 有和神心意的侍奉 也求主赐福他们在家庭中 有美好的见证 感谢祷告 奉耶稣得胜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